各位们大家好 感谢观看立的菜园系列影片 这里是日本祈福县 感谢大家对立的菜园一直的支持和鼓励 在上一期视频里呢 我给大家介绍了 我的这个高台菜床的制作方法 这样呢 我的菜园的基本布置呢 已经完成了 给大家看一下 是这个样子的 菜园的东西两边的菜园围字边呢 是蓝莓树 北面呢 是两棵葡萄树 蓝面呢 是蔷薇花 中间呢 就是这三个高台菜床 这几部分泥土露出来的位置呢 就是作业通路 这个作业通路的土呢 就是普通的泥土 下雨天或者是泥土湿润的时候 进园子的时候 这个脚底下会沾好多的泥土 大人还好 可以换个鞋呀 或者注意一下 到其他的地方乱踩 孩子如果进园子的话呢 沾上泥的脚底的鞋子呢 会到处跑 把有的时候跑到邻居家 把邻居家都给搞脏了 所以今天呢 我准备把这个通路呢 全都给铺上防草布 在这个温暖季节 技能防草呢 又能解决上面我说的这个 进园子的时候 脚底下沾了好多泥的这个问题 今天呢就把这个铺防草布的内容 分享给大家 这个铺防草布呢 其实没有什么大的技术难度 我就觉得有两点 想跟大家说一下 一个是呢 要把这个地面铺之前都给它整平整 另一个就是像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通路呢 是在葡萄根系的顶部 那如果来会儿经常走的话呢 容易把这个根系上部的土壤 给它踩的比较硬 影响土壤根系的透气性 那我就使用这个 这种硬质塑料的矿罩 这个呢本来是用来固定 铺这个碎石纸的 不要让它到处飞的这个 一个东西 那我把它铺到这里边以后呢 人踩在上面呢 它可以帮地面承重 然后呢 不会让下面的土过于硬实 影响土气性 看一下下面还是 比较松软的 那这个铺起来也非常简单 把位置定好了以后呢 它大约是四公分左右吧 你就给挖三公分左右的肾就行了 把这土给它清出来 那大约就差不多了 那大约这样就差不多了 然后把刚才挖的土呢 给它埋进去 这样呢 我们踩在上面的时候呢 就由这个硬塑料来承重 一部分的土呢 就不会被压实 这个它的透气性就会很好 现在看一下材料 材料其实挺简单的 我要使用的是这种 黑色的塑料编织的防草布 这个大约可以扛的年数是五六年左右吧 它透气性脱水性都还不错 宽度是大约50公分 这个呢 是用来固定的这个别针 就这两样就行了 然后用一个锤子就好 好铺起来 先把菜床之间 纵向的这几条 通路给它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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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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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